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19年8月30日,星期五 这两天呢,美国有一部电影的推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叫美国工厂 还有很多人呢,都注意到了,很抢眼的在话题里面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这部电影,它是欧巴马拍的 欧巴马怎么拍起来的电影呢?欧巴马退职以后 他做了一件事情,就建立了一个电影公司 那这部电影呢,是他头拍的第一部电影 这不是一个故事片,这是一个纪录片 它的名字叫美国工厂 我认为呢,这部电影严重的打脸川普 现在呢,首先让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部电影呢,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这部电影呢,它是关于美国的一个工业城市 它是在美国的俄亥俄州 它的名字叫马瑞安 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工业城市 已经很多很多年,N年了 这个城市最早的时候呢,它是生产飞机的 生产飞机很多年 在生产飞机之后呢,又有一个著名的公司 在这个城市落户 它就是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 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呢,在这个城市 它雇佣了几千名的员工 而且呢,这个城市很多家庭 几代人都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 可以说呢,很多人捧的都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饭碗 就是说很多人的生活是依赖于通用汽车公司的 直到有一天,通用汽车公司他们关门了 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在这个城市 为什么关门 这个片子呢,没有介绍 我现在呢,还没有去查 为什么它在这个城市关门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可能呢,是因为人工成本的原因呢 他们搬到了美国的境外 比如说加拿大,比如说墨西哥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 很有可能它搬到了美国的其他地方 是因为呢,这个城市他们的工会不断的要求涨工资 还是一个员工成本的问题 好,不管是什么原因 反正GM他们关门之后呢 就造成了这个城市很多人失业 那失业之后呢 一直好几年 这个城市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鬼城 很多的职工呢 他们原来的房子就供不起了 这个片子里面其中还介绍了 有一位插车女工 他今年呢,是50多岁 那当他失业的时候呢 他只有40岁左右 他失去工作之后呢 他的房子就失去了 他不仅供不起房子 而且他租不起房子 他只有住在他一个闺蜜的地下室里面 一直好多年 这个城市呢 很多房子都因为供不起破产 然后都无人居住 就被放弃了 因为失业呢 他们就供不起房贷 如果他不还房贷的话 那银行只有收回他们的房子 但是呢 因为这个城市失业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供不起房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银行即使是把他们的房子都收回去以后呢 银行也变现不了 因为大家都失业 买不起房子 银行在转卖这个房子的时候 甭管多便宜 没有人买得起 这些房子呢 只能是被空置 以至于到最后呢 这些房子都已经是破落 要倒塌的 我没有去过这个城市 但是呢 有一次我在芝加哥的附近 我误打误撞 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它叫Gary 它属于印第安那州 它原本也是一个工业城市 它是一个钢铁重镇 因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 它这个钢铁重镇呢 失去它的竞争力 钢铁厂就关闭 因为这个城市 绝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钢铁厂工作 所以呢 这些人就跟这个 俄亥俄州通用汽车公司 所在的城市 马日月安一样 大家呢 交不起房贷 银行收回房屋 转卖也卖不出去 所以呢 它那个房屋全部都空置 以至于破落 就铁临倒塌 我去的时候呢 因为我要加油 我下了高速以后呢 到Gary这个城市去加油 我就发现这个加油站 为什么它已经是被放弃了 abundant了 就是荒落了 没有人很多年了 哎 然后我就在这城市 想转一下 它一定还有其他的加油站 我一转一看 就好多的房子 已经是被放弃很多年 就好像我们古代电影里面的破庙一样 就被放弃了 就成了那种破落的样子 那我回来以后呢 后来我跟我儿子讲这个事情 我儿子说 我天哪 你差一点让你自己有去无回 你差一点进了一个死亡之地 因为这个城市现在破落了 它的在美国的犯罪率 谋杀率是最高的 它大白天它就会抢劫 它如果看到你 你去到那个地方 它看到活人了 看到有可能你身上有钱了 它就会抢劫你呀 大白天都没所谓的 如果你不给它呀 或者是它达不到它的目的 它疯狂啊 它把你杀掉 都有可能的 所以说我儿子说 我天哪 好危险啊 你到了那么一个地方 这就是美国 美国现在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那美国的俄亥俄州 这个马瑞安这个城市呢 就是处于这么一个情况 它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这个城市出现了一个大救星 这个大救星是谁呢 就是中国的玻璃大王福药公司 他们的出现 福药公司在中国是生产这个汽车玻璃的 就我们大家开那车上面的那些个玻璃 在中国有60%都是由福药玻璃厂生产的 那这个福药玻璃厂在中国 它是占有市场是60%的份额 它在中国以外在国际市场上 它当时是占有3%的份额 然后呢 美国的GM汽车公司就要求它到美国去设厂 这样呢 这个福药公司呢 就到美国去考察市场 它到美国去考察了几个州 到最后它就定了俄亥俄州这个马瑞安市 它为什么定了这个市呢 说是这个福药公司的老板呢 当时他一看被通用公司放弃的那个厂房啊 他认为那个风水很好 所以呢 他就决定到这个城市来设厂 这样呢 就给这个城市原本已经是没有活路的 这些个人力资源呢 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给他们又带来了就业的机会 他来到了这个城市以后呢 也受到了这个城市 以及这个州政府的欢迎 其实呢 他到美国来设厂 像正大的一个公司来设厂 他雇佣工人会解决几千的劳动力 会解决几千个就业岗位 在美国呢 有很多城市都会来抢夺这个机会 那这个马利安市呢 就给他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政策 这个城市呢 给他提出来什么优惠的政策呢 就是说 只要你在我这里落地开这个工厂 如果你雇佣我的工人 超过一千五百人的话 政府从第三年开始 每一年会补助20万美元 给他估算了一下呢 就是在五年之内 至少会有100万到180万美元的这个补助 说到这里呢 我就想说 我为什么前面说 这个片子呢 严重打脸川普 我们大家都知道 川普上台之后呢 他一直都在攻击欧巴马 他说的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都会说 这也就是我上台 以前的欧巴马 他不是这么做的 如果是欧巴马 他就不会这么做 欧巴马做的话 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总是来说欧巴马的换话 欧巴马和川普呢 分别是美国两个对立的党派的 所以他们两个是对立的 总是水火不容 欧巴马他拍这个片子呢 我倒不认为他是有意的 但是他客观上呢 就打脸川普 第一他打脸什么呢 川普要求中国跟中国的贸易谈判 有三个焦点问题 一个是知识产权 一个呢就是给企业的补贴 给企业补贴这个问题 他要求呢中国取消 我一再讲这个问题 中国绝不能答应他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 因为在美国本土 他是有大量的给企业补贴的 那现在欧巴马拍这个电影里面 现在他就出现了 他们为了吸引这个服药 这个市政府给服药的补贴就是 每一年起码20万 五年下来会有100万到180万美元 这是市政府给他的这个补贴 同时市政府呢还免除 他这工厂在当地 他会有这个厂房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了 他有厂房啊 有办公啊 会有很多的建筑 这些建筑呢都属于物业 那他这个物业是要交税的 在美国 这个城市呢也给他保证 会免他10年的物业税 这10年的物业税呢 也值800万美元以上 同时呢 州政府也给他提供 很多的优惠和补贴 就所有的市政府加州政府 给他的这个优惠和补贴 加起来有3000万美元 至少那么多 这3000万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相当于这个福药公司 在美国开这个工厂 他的这个开设工厂的这个成本 就全部都包括了 就等于说免费在美国开了这个工厂 好这样呢 他这个工厂就落实在俄亥俄州的 这个城市 落实之后呢 这个城市从上到下 全都欢欣鼓舞啊 大家又有了饭吃了 是福药救了他们 一时间呢 他们就觉得 哎呀 福药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东方红太阳生 美国来了一个福药大救星 他们就是欢欣鼓舞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竟然就把那条路都改成叫福药路 你想他们是多么的高兴 多么的支持 多么的看重福药公司呢 但是呢 在他这个工厂开业的典礼上 各级的官员都有到场 在大家都欢欣鼓舞的情况下 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是什么呢 那就是美国的一位国会议员 他在这个仪式上 他发表讲话的时候呢 他除了表彰和感谢福药公司 给他们带来就业以外 他在最后他提出来了 他说我们的工人要建立工会 工会呢 正在建立的过程当中 那福药公司的老板呢 在台下一听要建立工会 脸立刻就沉了下来 之后呢 他就表示 我的公司不允许工会的存在 不是说我不尊重人权 我不尊重劳动保护 我不尊重职工的安全 这些我都会考虑 但是呢 他就认为呢 工会会拖累这个企业 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 会保护那些个懒人 保护那些个坏的职工 所以呢 他不同意这个公司建立工会 如果建立了工会的话 我这个公司这个厂子 我就在这我就不开了 那这个不和谐的声音一出呢 这是给福药公司 在美国的这个工厂呢 就带来的阴影 这个阴影就算开始了 有一些工人呢 就不断的在那抗议 不断的在那主张要成立工会 在工厂里面经常呢 就有员工举着牌子 举着牌子在工厂里面走来走去 要建立工会之类的 老师在这里 他们就以什么人权呀 劳动保护啊之类的 说没有工会 我这些都保护不了啊 以这样的一些个理由吧 不断的来鼓动这些工人 那这些工人呢 他们的意志呢 越来越动摇 越来越动摇 再加上呢 可能也确实是中国的公司嘛 他们比较主张 人都要勤劳 然后都要上进 然后都要刻苦 这些呢 都是美国工人所承受不了的 他们没有中国的工人 这么吃苦耐劳 所以呢 就使得他们那种 作为作福的那种 没有来啊 享清福的悠悠闲闲的 闲闲散散 懒闲散的那种作风呢 不能得以这个享受 那样的一个状况 你必须得勤劳 你必须得工作 节奏呢 要快起来 他们就受不了了 所以呢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说 要建立工会 抗议什么之类的 这时候他们又忘了 前些年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了 他又忘了说 他们住不上房子的时候了 因为福耀呢 给他们带来这个工作机会呢 他们又起死回生 他们的生活又带来了希望 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50岁的插车女工 就是他原来呢 因为GM通用公司的撤离 他的房子丢掉了 然后他连租房子都租不起 他只有借住在 他闺蜜的地下室里面 那他现在呢 又可以再租房了 他买房还不能一下子就买 但是他又可以去租房了 现在呢 他们统统都忘了 前一阵子 他们那个苦难生活 现在又主张说 我们要成立工会 给这个福耀公司呢 就造成很大的困惑 本来福耀公司 他开业之后呢 他是2016年开业的 他原来的目标呢 是2017年之内 要达到两个亿的目标 但是在这个所谓工会的这个捣乱之下 他不仅没有达到他的目标 还让这个福耀玻璃厂严重亏损 那这工厂呢 就面临了很大的一个困境 就差不多要被他们这些人给拖垮了 那福耀公司呢 是不可能让他拖垮的 那我再补充一句啊 为什么这些工人呢 他们就是不断的有人加入进去呢 就是有人在鼓动他们 我在前面的视频 昨天的视频里面 我跟大家讲过 美国的工会呢 不是说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的工会 他有行业工会 像汽车行业的工会 像福耀玻璃厂 因为他是汽车玻璃 所以呢 他是汽车行业的 他们这个工人呢 都是同一个工会 就是美国汽车行业的工会 他们就在鼓动他们说 在这个福耀玻璃厂设立工会 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那在这种情况下 福耀公司面临了一个困境 他们也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呢 福耀公司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发现他的总裁和副总裁 这两个人呢 他是倾向于工会的 所以福耀公司呢 先换帅 把这两个总裁和副总裁 给他换掉 换成了一个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呢 他是在中国生活了26年 在美国生活了27年 等于说他在中国26岁的时候 离开中国到美国 然后在美国已经是生活了27年 他也是一个人才 他们呢就聘用了这个人做他们的总裁 那他接手这个公司以后呢 他就想出了三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就是利用利益来分化工人 就给职工开会 说你们这些职工 谁能够踏踏实实的工作 不去闹事 不去组织什么工会的 我一律一小时加薪两块钱 一小时加薪两美元 其实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嘛 所以呢 很多工人他就加入这 哇 愿意报名来加两美元 这样呢就削弱了 他们闹工会的一部分力量 好 这是第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 就是工会啊 不仅这服药剥离 他们认为这工会呢 它根本就不起好作用 在美国很多的企业 甚至很多的员工 都认为这个工会呢 不起什么好作用 我就认为这个工会 不起好作用 我如果是在工厂里面工作的话 我就不愿意加入这个工会 因为呢 你需要他出面 帮你解决问题的 其实都是一些个调皮捣蛋 懒人烂人 他闯了祸了 被工厂说开除啊 处分啊 然后他就去会去要求工会 来保护他们 你要是你是一个正常的人 你老老实实的每天 常规的去上班啊 加班啊 领工资啊 你没有事情 你跟那个雇佣方没有矛盾 你就不需要工会啊 更何往工会呢 他为了展示他们有作用 他经常来搞事 经常 时不常的搞我罢工什么的 有的时候你一罢工 你是没有钱拿的 你没有工资拿的 你不干活 老板是不给你工资的 有些人呢 就不想说 我这个工资 我也不要求涨 这些工资 我认为我已经可以了 我愿意拿这些工资 但是如果你入了这个工会的话 你是不行的 你又是不可以去工作的 他一要求你罢工 无论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你就必须罢工 你必须待在家里面 你要待在家里面 就没有钱拿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个工人的话 你愿意不愿意 参加这个工会 所以在美国 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个工会的 不是所有的人 都赞成这个工会 所以美国呢 还出现了那么一个职业 就是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 就是反工会咨询的一个服务 这属于一个专业性的服务了 那福药玻璃厂呢 他们就请了这样的一个 反工会的咨询服务 他们来呢 就给工人讲解 就是工会到底是怎么回事 工会的利是什么 工会的利是什么 然后来做他们的工作 那其中呢 也有一些工人就被说服 这是他第二个办法 第三个办法 就是开除那些刺头 这里面有带头闹事的 就跟香港今年夏天的事件 是一样的 什么黄志峰啊之类的 对吧 他们呢 就会把那些刺头 那刺头往往都不好好干活啊 然后就找一些指的吧 他肯定得犯错对吧 他犯错的时候呢 就给他开除 有的人还不服 有的人说你就是找刺 这工厂就是找刺 那谁让你有刺的 对不对 就觉得好像是 诚心找他的错 那谁让你有错呢 那就开除你 把一些刺头给他们开除了 这三个办法下来呢 有一定的成果 但是呢 还是没有压住工会这个事情 后来呢 就在美国政府的出面之下 就出了一个主意 说这样吧 你们这个工厂所有这个工人啊 大家投票 投票 看看到最后呢 如果是多数都愿意建立工会呢 那你们就建立工会 如果是多数不同意建立工会呢 那就不建立工会 这样没办法啊 这个服药公司的老板就同意了 让他们来投票 那那一天呢 紧张的时刻就出现了 大家就来投票 这个结果呢 很出人意料 投票的结果呢 就是这样的 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公司一共有1200多个员工 其中有444名员工 投了赞赏票 就是说444名员工 要求成立工会 然后868名员工反对 这挺大的一个比例啊 就是反对的人数呢 差不多是赞成人数的两倍 444嘛 然后他两倍是888 但是呢 那个反对的是868 就差20个人就是两倍 这样呢 服药公司他们取得了胜利 这个工会呢 就没有成立 投票完了以后 这事就算平息了 服药玻璃厂没有工会 之后 这个玻璃厂呢 就转成了正常的一个运营 很快的这个玻璃厂就扭亏为盈 现在呢 服药玻璃啊 是美国的一个大企业啊 经常建筑爆端 而且现在他们这个城市里面 尤其是这个工厂里的员工 对服药玻璃的老板呢 都非常的感恩戴德 他们就觉得呢 他就是我们的大救星 有一些呢 知道感恩的人 但是呢 服药玻璃啊 他们现在认为 就是你使用人工的话呢 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他们也跟那个 刘强东的京东一样 刘强东曾经提出来说 我要用人工的话呢 有很多的问题 成本就非常的高 我要逐步的转成这个智能化 用机器人 我用机器人来送货 他肯定不用让我交这个五险一金 成本会大大降低 那在美国呢 这服药玻璃公司现在 也在寻求机器人来代替人工 将来某一天呢 这工人也会 有很多人会失业的 会被机器人代替 等着被机器人代替的那一天 他们真的是 没有地方再去抗议了 没有地方再去反对了 没有地方再去捣乱了 那我刚才说了一个呢 就是欧巴马这个电影 打脸川普 就是他要求中国 不能给企业补贴 但是美国为了吸引一个外资 都给这么多的补贴 对吧 就是在美国 这并不是一个秘密啊 在美国是一个公开的事情 川普政府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的无耻 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自己都补贴 随便补贴 对吧 补贴谁都行 我为了吸引外资 我为了扶持哪个行业 对吧 这是一个政府的内政 应该说是 你凭什么就要求中国说 你不得来补贴这些企业呢 如果中国答应了你这个好 你就有了根据了 中国只要是补贴任何一个 哪怕补贴一个个铁户 这都是不行了 都成了违法了 对吧 违反了中美的协议了 对吧 中国我不知道一开始 难道说已经答应他们了吗 因为川普曾经说 这个协议已经进入了文本阶段了呀 中国如果说那会儿答应他话 中国一定是有条件的 那到最后美国的条件没有答应 中国就又反悔了 对吧 中国呀 一定要头脑清醒 我相信中国政府现在应该是头脑清醒的 这个补贴这个事儿 一定不能答应他们 补贴是正当的 补贴是必要的 美国就是这么做的 你不这么做 怎么去有竞争力呀 怎么去吸引那些个投资啊 甭怪是外资也好 内资也好 对吧 这是他第一个打脸川普的地方 那第二个打脸这个川普的地方呢 这不仅打脸川普了 其实在很多的方面 比如说香港这边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当你觉得说有一件事情 你好像非常的正义 你好像站在正义的一边 你好像是为民众考虑的 你好像说民众全部都会支持你的 然而 其实不然 比如说这工会这件事情 在服药公司 1200多个员工投票 本来他们以为说 哎呀 工会已经鼓动了他们 这对他们有利保护工人的一件事情 对抗资本家对不对 结果到最后呢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投票赞成 三分之二的人投票反对 这个结果是出乎了很多人意料的 我相信呢 很多人如果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 应该也会觉得非常的出乎意料 也会觉得呢 这个服药公司同意投票这件事情 当时应该是很冒险的 那我们就想到其他的事情 就好像川普 他现在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 对不对 他制裁华为 如果让大家投票说 同意不同意制裁华为的话 我想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同意制裁华为 咱们不说紧急法 就说他这个关税制裁的这个 对吧 如果让人民来投票的话 这个关税制裁 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同意 应该没有人会同意 还有香港这个问题 香港这些人呢 现在就天天在闹 他们觉得民主啊 自由啊 打着这种幌子 觉得能够吸引到这个人心 觉得好像民心在他们那边 其实不然 其实不然啊 就好像服药玻璃这个工会这事一样 其实呢 有一些个反对的沉默的力量 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好 服药玻璃这个事情呢 我之前呢 真不了解 这么详细 真要感谢这个欧巴马呀 欧巴马让我们知道了实情 非常感谢他 感谢这个电影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我推荐大家都来看一看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的主要内容就是说的 中国企业家在美国开办的这个企业 服药玻璃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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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